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几个简单的配置来提升这个虚拟机的运行速度 首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已建好的虚拟机里面点击编辑虚拟机设置 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我们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这里面的内存的配置 比如这里面内存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处理器呢,可以调整它的多少 以及其他的有些设备如果我们不需要的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点移除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点那个编辑 然后点首选项 然后在这个弹出的这个窗口里面呢,选择内存 内存这里面默认的是允许交换部分虚拟机内存 我们把它改成上面的一项 调整所有虚拟机内存使其适应预留的主机 然后再点左边的这个优先级 这个上面这一项呢,默认情况下是正常抓取的输入内容 我们把它改为高 然后下面这个快照呢,都给它取消勾选 原来都是勾选的,我们把它取消勾选 然后再点下面这个设备 设备里面这一项呢,本身是默认的 就是虚拟机运行时在主机上禁用自动运行 我们把它取消勾选 然后点确定 然后关闭这个虚拟机 在重新启动以后 你再进到这个,你建好的这个虚拟机主机里面 会发现速度会明显的提升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